哈喽大家早上好 每天早上从房间里下来 就是特别的舒服 因为阿姨已经来搞个卫生了 然后今天我下来的时候 阿姨正好在搞卫生 我就问了一下 然后说他们是属于哪个公司什么的 他告诉我说他们的老板还是个中国人 然后是专门负责 就是给整个岛上的这些别墅 这些民宿 这些出租的这些房子 是搞卫生的 是专门做这一块的 我就很好奇 然后就要到了他老板的联系方式 今天我联系他老板 然后他老板居然也看我的视频 很开心 说今天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做客 那过会他来了以后 我正好能采访他俩去 看看他到底是 什么奇迹让他留在了苏美岛 然后从事的这么一份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 之前有朋友说是租一个房子 去对外出租做二房东 或者是做客栈 做什么的 那很多 但是他专门是给人打扫卫生打理房子的 这个真的很少见 过后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那个来了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来了 然后跟他聊了一下 真的很巧 都是杭州人 是吧 杭州的 对啊 姓于 是我们的于总 于总 这位是小陈 是他的搭档 小李 是搭档 所以的话我倒是挺好奇 刚才我们的这些阿姨嘛 都是您公司的员工是吗 对 你是来这边多久了 来苏美岛 我来苏美大概快四年了 也有四年了 之前有在泰国吗 我之前没有就来玩过 就来了第一站就是选苏美 我最早是15年的时候来曼谷玩 纯粹是玩的 来苏美是因为有一部分原因是 我们在家庭在那边投资买房 你家里的人在这买房 对有很多人 包括我们自己 我姨妈什么都在这买房 所以我来作为代表的这边 帮他们管房子 管房子是这样子 那么来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要做这一方面的生意 就是什么家政打理 什么这块的生意 当时没这么复杂 当时只想就把自己家里的事情 照顾好 这是第一 然后同时自己能赚点钱 能在这边活下来就很难 我老师这么想 那么你家里的人 怎么会想到到苏美岛来买房子呢 是投资还是自住 打算那时候 当时的话 肯定也是有个新鲜感在那边 就是房地产一个热度期 17年16年的时候 然后多喜欢在这边养老 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了 快60多岁快70岁 有一个养老的一个备选地 所以我觉得泰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尤其是苏美岛 苏美岛性价比可能 买房的现象比比曼谷更好 而比普吉岛更好 而比普吉岛更好 对 所以我考虑一下苏美岛 而且更安静一点 对我也比较喜欢苏美岛 我昨天的视频里我还在说 我说泰国这么多的海岛 我说我最喜欢就是苏美 没有质疑 真的没有质疑 你去对岸那个更好 对岸那个帕安是吗 帕安岛也好 帕安我去过 帕安我也去过 但是感觉没有像这个地方商业氛围更强 他在更成熟一点 对更成熟 对 但是老外特别喜欢泰安的 像我们比较喜欢在苏美岛 苏美岛 因为苏美岛什么麦克龙啊 什么Big C啊 什么都有 什么卡丁车都有 带着孩子去看 什么都有 对那边的更自然一点 那边更自然一点 老外也被光 于是被光 特别喜欢去泰安 对然后还有那个蚂蚁帕 是吧 蚂蚁帕特别嗨 是吧 对 对那你现在成家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就单身 对 算是王老五 那你是四年前来了 就是帮着长辈 算是在这儿来管管房子啊 或者怎么样 打理一下 等于是这样 对我当时是这样的 然后是后来 怎么会想到 开始做这一块的生意 比如说我做 比如说管理这一块 那你肯定要设置到用人这一块 打扫啊 有logic啊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附带的一些东西出来 我必须要顾这些 本来我开始是 跟别的人合作的 每个月他发给我账单 要一万多两万多 我想这些成本发出去 我还不如自己找人 自己带一下 然后有这些人的情况下 我可以接更多的生意 去接触更多的人 去带来一样的福利 我明白了 就当时你来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雇人家 打理你家里的这些房子 对我语言也不同 我什么社交也不会 然后那个资源也没有 当时就是零技术 在这边开始的 然后慢慢一年两年 我开始慢慢雇人 慢慢开始找自己人 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有家大概十四十五个人左右 有十五个人 哇那应该也是苏美岛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家眷公司 也还有更大 还有是华人还是泰博人 华人的话我们也不算最大 也有 也还有是吗 也有 你就是忽然看到了这是个商机 也不是商机 就是我们是驾轻就熟了 就是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基础在 所以说做其他事比较方便一些 那么 那么像19年20年就是我们不是疫情吗 对 疫情不是旅游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昨天晚上跟我太太也在那聊这个事情吗 我觉得说哎呀旅游打击大 那么对于这些房子它空在这儿 它更需要打理了 你们的应该影响没有太特别大 首先一点的 他房子比如说他房子就是跟人一样 他要呼吸 他要游泳池要维护 早上我们这儿就有人维护 也是你公司的人事 不是这个是业主的 这个不是业主的 然后草坪花园都是要有人来打理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停 同时你还要交物业费 你房子持有的话 还有公司 公司的话你要交各种税之类的 人省之类的 各种费用一定都要产生 你没有人来住的话 你就成本在那边摊着 大家都着急 对 所以像你就是19年20年这疫情期间 你们是有盈利吗 还是亏损的 我说实话 我们其实是持平 是持平 对对 其实也是最苦的其实是业主 又没有客人 基本上把这些成本拿出来 可能是说养我们的公司 或者说去平淡一些这些成本 对 然后现在可能现在近几个月 可能慢慢好起来 对我也发现了 就是感觉在复苏 对 但是还是没有 包括我们原来的价格 包括在市场的价格也好 都是做不到原来的一个 原来的那么一个利润 对 其实就是给我们保本差不多 那么我就冒昧地问一下 如果说这一套房子是我的 那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全包给你 比如说我是在国内生活 那么这套房子我任在苏美岛 那么Airbnb的这一块打理 是房东自己还是可以委托你们 我们有很多的合作的模式 就是你可以去房东自己去经营一部分 我们只做物业这一部分 我自己有单进来了 我帮你去做打扫 我帮你去管饮池 我帮你去做接待 我帮你做一系列的服务 这是一种合作模式 另外有合作模式 有些业组他什么都不想管 那给我们机会 我可能赚得多一点 我们找客人进来 我们有抽一部分的佣金 然后把这些东西服务全部都带好 就是有不同的合作 有些业组他觉得他自己的房子 他想自己花心思花精力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是业组的一些要求去服务他们 那么像你们的这样一套房子的话 如果说打理的话 一个月是多少钱呢 首先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工资 其实每个月的业组 他会打给我们 就是帮他照料这些地方 比如说别墅有很多东西 是需要去维修的 修缮的 还有很多东西要对接的 有些别墅它是要送水的 要叫水的 要给泳池去做加水 不像是政府水 对我明白 上次我拍过一个片子 他就下面有好几个储水桶 他要下面拉水车上来加水进去 这些也是你们的服务 对我们还要帮他去行一些 还有交网费等等 然后帮他跑律师事务所 去交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酒店的经营证等等 你帮他去办 像做这样的也要酒店经营证吗 其实是要的 其实是要的 如果有人举报的话 其实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的 那也就是说你们如果把它 振泡好了以后 那也就没什么事情 那么像这样一套打理的话 一年或者是一个月 大概是怎么个费用 因为国内特别多的朋友 就感兴趣说是我想在苏美岛 也是想过这样的日子 但是我平常我不在这 我自己会回国的话 这边的房子扔在这怎么办 对像我给你讲 就成本这一块很算得出来的 套别说基本上每个月 他正常的用水 给泳池用水 花园用水 加上用电 可能像这套别说的 每个月费用 可能大概在六七千台中 就没有人的情况下 六七千台中 就不住人的情况下 那么你们如果客人进来的话 像你们是按单次收费 还是包园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 客人进来 我们是额外的向客人 去收这个水电费 因为现在房租特别低 我们如果说包含水电费的话 是完全是cover不住 对 万一有些人 他把所有的空间都打开 对 所有房间空间打开 然后所有的店都打开 所以他的店 可能一个晚上都可能 可能比房费还贵了 对 就是一种兜不住这些东西 所以他必须要分开 分开 但疫情之后的话 价格恢复到原始价格 可能有一万台出 两万台出 一碗的话 随便就包了 全部都可以包了 那你们的服务费是说哪一些 我们的话 正常来说 比如说我们自己接待的客人 我们可能有佣金可以抽 10%到15%的佣金可以抽 就是 客单加来 但是打扫也归你们了 打扫也是 那如果是客人是房东自己接的 那你们按单字打扫是作费 对 像这样的话 单字打扫的话 一般是怎么个价格 正常价格 像这套房子 有三个卧室 带一个泳池 跟户外空间的话 正常的一个退房打扫 大概在2000台住 2000台住 然后就能接新客人了 就是完全可以达到新客人的一个接待标准 对 包括我们还有给他换床单 被套 也都是你们 也都是我们去做 像我的话 我方便服务于中国的客人 中国的业主 他们都喜欢找我 可能沟通比较方便 衔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 对 他如果找老外的话 你还用翻译软件 交流上会有很大的麻烦 而且老外说话 有时候会比较难听 可能会接受不了 老外的沟通方式 那么像你这样子经营这几年里面 你一般来说最好的一年 你的收入能达到多少 能透露吗 应该是在19年的时候 因为我来了就比较晚 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百个以上 有一百个以上 他也住在人民币 人民币 那真的是没想到 那你起步的时候呢 起步的时候 我起步的时候 饭楼吃不饱 你有投入吗 有投入很高吗 首先我们自己投入很高 因为本身房子 它的硬件设施都是有的 家具都是业主是蛮好的 无非我们在 我们有些是承包的 我们自己承包下来 我们每个月有做保底的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些 家装上的一些布置 比如说画呢 花艺也好 就是给客人来 有一个体验好的环境的感觉 你看这个房子 可能都是花艺也好 灯也好 就是额外的一些 天使与效果 所以相当于 你们是非常灵活的一种方式 要不就是我把你的房子 整个的全我打理 要不就是你要分包一部分 我来打理也可以 对 都是这样子做 那如果说是想联系你 想找你的话 他们就是客人的话 用什么方式呢 现在用的最多 其实最多都是老客户带 还是人带人 没有直接带 说这边给你介绍的朋友 关键明等等等等 都是这样子 大部分还是靠人带人 你并没有去做一些公寓的一些宣传 没有 他的宣传 但我们有自己的市场部 前期间我们自己产业自己的市场部 然后在一些外网上面做一些宣传啊 做一些宣传 那也就是说你当时 其实刚刚起步的时候的投入 并不是很大 对 人力比较大 人力比较大 资金其实是不大 那我们的理解 也可以说是从零成本开始投入的 因为你也没有固定的资产嘛 投入 对吧 无非就是说我有打理了 我去雇人来 我来做 慢慢的成规模了以后 我就变成长期的雇佣这帮人了 对 所以从零成本开始居然能做到年收百万啊 我的天呐 哎呀真的是不得了 真的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么呃 如果说现在如果有客人要去沟通你的话 你方便留下一个什么联系方式或者怎么样吗 到时候我可以在我的屏幕下方打一打出来 大家如果感兴趣想来了解苏美岛 或者是想来参与这方面的事情 到时候可以跟你联系 可以啊 到时候我们就把那个联系方式 我在屏幕上沟通出来吧 就跟大家沟通一下 好嘞 那今天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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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